一个月内 辖区内接连发生中年男性失踪事件 警方进入 那些报警人却又频频撤回报警 枯朔迷离 失踪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另有玄机 警方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谜局 复局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方快点快点帮我找我老公 我老公不见了 我老公找不到点钱的话 我老公看到现在都找不到 我说他跟他朋友去喝酒 结合到现在都没回来 晚上出现都喝酒切了 然后一晚上都没回来 请你们公安系统帮我们查找一下 2022年3月 四川省南充市仪隆县公安局 连续接到多起人员失踪的警情 警方对这一情况高度重视 经过溯源 发现最早的一起警情 来自于3月7日上午 新政派出所的接警记录 报警人是一位姓刘的女士 在电话里她语气慌张 声称自己的丈夫 在昨天下午离家后 通宵未归 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 失踪之后 她电话无法接通 因为现在手机通讯工具 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生活 我们难以想象 她手机关机了 她到底在做什么 害怕她是不是被绑架了 被别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了 如果发生了这种恶性的案件 所以说我们这是会危害到 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的 民警在调查中得知 刘女士的丈夫徐某 在离家前 称自己要去参加朋友的酒局 随即警方对徐某 近期的联系人进行走访 但这些人在那天晚上 都没见过徐某 在了解情况中 我们发现 刘女士和她丈夫的 夫妻感情是比较和睦的 而且家中子女儿女这些 也比较孝顺 这个人平时 虽然她没有什么固定工作 但是她家庭收入 负债压力不大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很奇怪 就觉得这个 这一起失踪案件不太正常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徐某的家人焦急万分 警方立即扩大搜索范围 一方面在全程范围内设立卡口 另一方面派遣警力前往辖区内 所有可工人停留过夜的场所 进行搜索 并调取城市路面监控 仅最大可能寻找徐某的行踪 但是在整个新镇 这整个城区 无论是她长区的公园也好 还是查房也好 我们都没有发现她的终结 一夜无眠 随着天色渐亮 忙碌了一整夜的民警 陆续回到派出所 可就在他们准备梳理一下线索 继续寻找徐某的时候 报警人刘女士 却突然打来电话 说她的丈夫徐某已经回家了 为防万一 民警让徐某来派出所 说明一下情况 见徐某安然无恙 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没有料到 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们还要面对 无数次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值班期间 我们辖区里面 我们就陆续接到了这种报警 甚至在同一天内 我们接到两起 都是中年妇女 或者是家里的老人 来莫报警 说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 都是中年男性 很奇怪的都是在晚上消失了 辖区内七连发生 中年男性失联事件 让警方压力倍增 然而令办案人员 感到疑惑的是 没起警情 在立案后的两三天内 这些失联人员 又都会自行返回家中 当我们警察问到他 询问这些走访 当时人问他原因 你们去哪儿了 都是说去聚会了 去朋友家了 去酒店睡觉了 手机关机了什么的 当时我们就觉得 就比较奇怪 这几期失联仅情 大家都是声称参加 酒局朋友聚会 敌家的 但是现在这个疫情 防控期间 这个人员聚集的话 也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 这几个人的情况 他们在失联当中 到底从事了什么事情 警方对这些 有过失联记录的人员 进行了一些调查 结果摸牌上来的情况 让他们觉得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他们差不多就是 一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消失 然后又会在一个地方出现 就发现 他们经常出入了一个宾馆 宾馆出入也有很多人 但是很反常 因为这个宾馆 因为乡镇的宾馆的话 不应该有这么多客流量 但是确实 他那个宾馆生意很好 反常的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 因为无法判断 这些人与宾馆老板的关系 他们没有贸然 进入宾馆了解情况 而是选择在宾馆周边 进行蹲守 蹲守了一两天过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 他们一般早上都在宾馆休息 到了下午的时候 五六点钟的时候 或者傍晚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么两三辆车 就开始来接他们 然后凌晨的四五点钟 他们又会返回了宾馆住下 所以这个行踪的夜晚行动 我们高度怀疑 高度怀疑 是由某种违法的活动在进行 在向警方解释自己失联的原因时 这些人一般都会说 自己是去朋友家吃饭喝酒复局 可现在看来他们明显都在撒谎 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为了解开谜团 警方决定对车辆进行跟踪调查 试图寻找到他们失踪的真相 我们也采取了跟踪的方式 也去跟了一两次 但是确实因为第一偏僻的农村 第二是夜晚 跟踪的话 车辆的跟踪很明显 我们也怕打草惊蛇 所以我们只能远远地跟着 了解了一个他们大概去的一个地方 等到第二天这群人回到宾馆休息的时候 警方立即赶到他们去过的偏僻山村 大量走访周边村民 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在我们走访的观众中 就有当地的老乡给我们反映 就是最近他们村上出现了 一伙年轻人开着车 经常在一个人员稀少的 废弃的什么房屋里面 厂里面这样聚集 但是人员很多但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个就更引起了我们的反应 警方决定对村子周边进行重点盯梢 在废弃厂房附近 提前布控好人员暗中观察 在我们调查的区域 观察几天 结果这伙人他们也不来了 也不来了 然后感觉到他们应该是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个线索也就断了 线索中断后 警方对案件情况重新进行梳理 一方面派人继续观察 先前失联人员的动向 另一方面对这些人的经济情况 进行调查 分析后发现这些人 有这个赌博的前科 然后而且就是在这个失重的期间 他们的银行的流水 是快进快出 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很频繁 而且交易的时间都是凌晨 很反常的这么一个交易 我们就初步怀疑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应该是在从事赌博活动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案情分析会上 有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提出 聚众赌博的过程中 香烟等嗜好品的消费 也十分其重 并且消费时间都发生在夜间 专案组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开展走访调查 三月下旬的时候 在我们县的一个超市 经常就有人在夜间 来光顾购买大量的香烟 一年好几天 购买的量很大 这可能就是赌博团伙 在采购这些物资 这就更加让我们确定 这肯定是一个 在我们辖区内 有这种主博的团伙的存在 警方随后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 并由此锁定了购买物资的人员 杨某 我们通过对他的银行卡分析 发现最近他的银行卡里面 有很多的进账 而且也都是在凌晨 进账的量比较大 而且他的钱越来越多 因为他有固定的工作 但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个问题 警方重点对杨某的行踪展开跟踪观察 发现在宾馆接送人员的过程中 他全程参与 期间电话不断十分活跃 警方又进一步调查了杨某的人际关系网 和资金往来情况 结果一个以杨某为首的地下赌场团伙 就此浮出水面 赌博团伙里面有专门负责接送赌客的 有负责现场扫码的 给赌客对对方钱的 也有专门洗码的 就是发牌的核关 也有在旁边专门负责记录流水的 还有专门负责在现场维持持续的这些所谓的麻眨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在外围几个少点进行旺风的人员 经过近一个月的跟踪调查 警方发现 这个赌博团伙不仅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层级分明 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们往往选择最偏僻 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出的山村房屋 作为剧赌地点 组织者担心赌客自行前来参赌 会暴露赌场位置 所以选择先把赌客在酒店集中起来 用自己的车辆接送 每次开赌前 他们还会在必经制度上 设置多处暗哨 监视任何可疑人员和车辆 一旦有风吹草动 暗哨就立即通知参赌人员 坐鸟受散 锁定的这个团伙 如果贸然地采取行动的话 就可能打草惊蛇了 他们就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较长时间的隐秘起来 这样我们这个社会的隐患 并没有消除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 比较合适的时机开展这个收网行动 就在警方迟迟找不到 案件突破口的时候 持续跟踪嫌疑人员的侦察员 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周和镇的神西村 连续两天都发现大量可疑人员出没 以次为主播团伙的新据点 通过对村子周边进行捕控 民警发现此次参谱的人数远超以往 并且团伙骨干成员全部在场 我们就认为在这个地方 他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他们在这个神西村这个地方 剧赌了两日之后的第三日 我就决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包围圈 只要他当天晚上到我们这个神西村呢 剧赌我们就要力争把剧赌的人员 参赌的人员 开设赌场的人员要一网打尽 经县局统一部署 我们抽调自安特警和派出所的精锐警力 今天晚上对一起特大的开车赌场案件 进行集中搜网抓捕 在动员会上 一龙县公安局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 将行动队分为潜伏侦察组 暗哨控制组 核心突击组和外围布控组 对抓捕现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都制定了预案 现在我宣布抓捕行动出发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潜伏侦察组民警率先出发 赶到镇上的宾馆周边进行遵守 其他专案组民警 在神西村附近的高速收费站原地待命 晚上七点钟 嫌疑车辆陆续抵达宾馆 开始接送无课 侦察组民警随即开车展开秘密跟踪 和车队的距离拉开得比较远 可能有两三百米的远的距离 我们就秘密观察 甚至在夜间行车的时候 都是冒着一些危险 我们关着车灯再行进 就是怕对方发现更重 而且这个车队 当天他出发的方向 也直接就像奔着 这个周和镇的神西村去了 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很顺利 侦察组民警瞬间兴奋了起来 这伙人一旦进入了神西村剧赌 整个专案组就可以合力梦中捉逼 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接送赌客的车队 突然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我们就发现车队在前方都停了下来 那这些车队停下来之后 就集体掉头了 当时心里都凉了 是不是团伙 发现我们有部署 来不及多想 侦察组民警迅速将关着的车灯打开 主动把车靠在路边 伪装成路过的车辆 刚好我们这个车上也有行车记录仪 刚好就把 因为在对面来车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12辆车 13辆车的所有的特征 都已经在行车记录里面 都记录了一遍 侦察组民警迅速平复紧张的心情 安排好主力部队暂时收拢人员 他们则决定继续跟踪下去 结果却发现 车队进入了宜隆县城区 此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 像以前的情况 11点多 他们基本上都要开始赌局了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团伙要么就得到了什么消息 要么就可能是 发现了警方的侦察行动 可能要上火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放弃 在悄悄地在旁边秘密观察 结果在那个花园周边 采购了一些东西 然后又集体出发了 这让侦察组民警再次兴奋起来 猜测他们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才临时更换了赌博地点 经过跟踪观察 民警发现车队 进入了临近县城的四方山村 陌生的环境 令抓捕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 我们的抓捕主力 几十名民警 在相似后货车里面 货车跑得也不坏 从这个周和镇回到县城 要一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我就和几个同事 先开张工作了 我们就准备进到村里面 去摸他们的夺地点 和他们的岸哨的位置 越靠近四方山村 被对方岸哨察觉的可能性就越大 侦察组民警 在距离村子七八公里外 发现了一个岔路口 便决定在这里下车观察地形 同时监控路上来往车辆的情况 路口上停了一辆车 我说我停在这个车后面 我们好观察 然后这个时候就意外就发生了 我们一停在他后面的时候 他刹车灯亮了一下 我们就确定上面肯定有人 车里的人正在慌张地拨打电话 侦察组民警第一时间控制住了打电话的人 查看他的手机 发现只要动作再慢上半秒 电话就拨出去了 我们通过这个检查他的手机的内容 我们就发现 他在跟那个杨某开的组建的一个微信群 他就在里面和他们有互动 我们当时就确定 这个人就是赌博团伙的忘风的人员 当时你离那个现场有七八公里 因为我们不会想到 他们的反侦察能力有这么强 在七八公里外 也就是我们刚刚出现成两三公里的位置 他就设立了一个卡点 一个哨点 这是让我们确实是死掉不及的 这个意外经出了侦察组民警一身冷汗 把暗哨交给两个民警控制后 为了稳妥起见 其他人员决定徒步夜行 进入村子潜伏侦察 很快发现了第二名丁梢人员 这名丁梢人员将车辆横在了山路上 阻断了去路 村公路阻断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忙着来行动 然后我们还要把这个 剧毒的地点 也要把它摸出来才行 然后我们又往前行进了 大概两三公里的阳州 我们就看到有一处民房 这处民房 它也是一个单家独户的民房里面 里面有灯光 然后我们远处听来 里面还有欢呼的声音 这剧毒的团伙已经开始独局了 侦察组民警基本摸清了 这个团伙的剧毒地点 与此同时 负责实施抓捕的大队人马 也以乘坐乡市货车赶到附近 因为我们这个真用的货车 是我们这个快递 拉快递的货车 然后我选了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姓郑的副大队长 他年龄看起来稍稍大一点 像个老板 我说你坐副驾驶 你到了个卡口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客气 你就吼他 你说你大晚上的你把路拦着干什么 我们要进去送货 你们这要通过了 我就马上抓这个人 见前面的乡市货车顺利通过了卡口 后续的侦察员就准备对这辆车里的盯烧人员实时抓捕 可没想到的是 这名嫌疑人在民警向其表明身份后 突然猛踩油门 抓捕现场顿时险象还生 当时车速一下就起来了 我从副驾驶开车门上车那个民警 一下就被甩出了车 摔在地上受伤了 我就一个锁喉 我就把他的脖子累住了 让他不能呼吸 我说立刻听命令 锁住了他之后 他觉得他跑不掉了 他就放弃了反抗 他不踩油门 但是车有带输 那我们的车就直接地向江里面冲去了 好在江边的护栏拦住了车辆 有惊无险 紫叶时分 参与抓捕的各路人马 全部集结到位 收网行动全面展开 警方神兵天将 赌场里顿时乱作异团 大批涉嫌参赌的人员被当场控制 还有一些人试图向外逃窜 也被后在外围的民警抓了个正招 到了现场过后 赌客撒钱就撒钱 钱全部都往地上乱撒 也有些往楼上跑的 也有从窗子翻出去的 反正就是人到处都是 警方彻底控制现场后 又展开地毯式搜索 一些仕途藏匿的涉案人员 也相继落网 还有有些人他慌不着路 还躲着那个农村那个毛坑里面去 他躲在里面 当时我们搜索的时候都没发现 后面看着那个毛坑上面 怎么飘着钱嘛 用电筒看嘛 然后还找来足够 想把钱收集起来的时候 然后发现有人跳钱了 因为里面还有个人 此次行动 一龙警方当场抓获 涉嫌参与巨重赌博的犯罪嫌疑人50名 收缴赌资64万元 查明涉案金额高达1200万元 但在审讯过程中 警方注意到落网的参赌人员中 马鞍镇和永乐片区户籍人员 占有很大比例 但是开设赌场的核心组织者 却没有这两个地方的人 这是一个很反常的情况 专案组认为 此时收兵还为时尚早 应该继续深挖扩大战果 有了第一个案件的 这个曲折的增破经历 我们后面这个案件的增破得很顺利 在我们6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在永乐镇的足迹三村 社福就一句打掉了 我们摸牌出来的 以卸部为首的赌博团后 这起案件 现场抓获涉赌嫌疑人65名 现场查扣赌资81万元 涉案金额高达700万元 赌博对社会稳定 经济安全 家庭和谐 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还极易诱发 世身的犯罪和不良后果 有的甚至因此走上盗窃 诈骗 抢劫等犯罪的道路 对于聚众赌博 开设赌藏等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将坚决亮剑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同时也请大家擦亮眼睛 节省字号 自觉抵制诱惑 远离赌博 经过审讯 公安机关依法对参与赌博的100余名嫌疑人 做出行政处罚的处理 而以杨某谢某为首的9名犯罪嫌疑人 则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移交至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赌博